都说NBA球星除了打球好之外,还有一个赚钱的技能,那就是买豪宅赚差价,其中像CP3保罗,大莎与奥尼尔等都曾出售自己的豪宅赚了不少。 但是凯尔特仁队的当家球星欧文却面临相当尴尬局面,不少球迷纷纷调侃,看来被女友迷得神魂颠倒了。 在前段时间中,奥尼尔11.8亿元出售自己在兰多第一处住宅,而保罗离开宽船之后同样也是七千万的洛杉矶豪宅,据悉他们两人在这个中都是赚了不少。 但是最近凯尔特仁当家球星欧文却并没有这么幸运,甚至是面临没人买的尴尬局面。 北京时间10月15号,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,凯尔特仁球星凯利欧文以75.5万美元约5百万人年币,出售自己在俄亥俄州的好宅,但这已经是他两度降价,却没有人愿意购买。 原来这一个好宅是14年的时候,欧文从当时队友丹尼尔吉布森受伤买下的,当时花了80万美元,到目前为止是仅仅过了4年的时候,欧文曾挂出170万没有价格。 但没人问,之后降到117万美元,到现在逼不得已,是亏了4.5万美元出售,看来这位凯尔特仁的球星在球场上球技出色,但是在赚钱方面还是远远不够。 而最近有网友也是晒出了欧文这座五百万豪宅的内饰,不得不说确实并非一般人会喜欢的,从照片上能看到,这是一座拥有巨大花园的郊,区豪宅,里面的装修都是以复古的风格为主,沙发,楼梯灯,都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样子。 不过还有一点就并非一般人能够接受的,那就是在一楼的客厅中,并非是传统的楼格满板,而是两层楼楼空,并且在墙壁上挂了一个篮筐,如同训练官一般,这也难怪至今还没有卖家愿意买这一座好宅了。 值得一说的是,这一个自己私人训练官,也是带给欧文不少的好处,据悉,潇洒风流的欧文不仅是囚风上飘移,转型生活中也同样如此,不管是在夜店上遇到的女友还是女性女友,她都是会以一起练球额日借口,带他们回家训练,而如今欧文的现任女友杰弗利斯也是这样, 这一位曾经是贾斯丁·比伯、杰泽德鲁罗等人的女友,是美国的一位知名女星,欧文这一位女友确实是脸蛋漂亮,身材更是火烂,两人也是在相恋四个多月,也是深入发展,恐怕也是知道欧文这一座好宅,并曾一起打球过了吧。